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标股新天地 我是股市大兄 陈旭静 陈老师 很快的来到10月25号礼拜五了 那昨天台北股市是杀生融融 因为随着一个美国 总统的一个大权 不确信因素的一个增加 也使得一个 昨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出现了一个开高震荡走低的一个走势 那很多人看到昨天的一个下沙 maybe心里可能会有所的一个担心或害怕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你担心害怕的时候 今天立马就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上来 把昨天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跌幅 通通给它涨回来 这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主要有两大含义 第一个就是随着美国的一个总统大选脚步的逼近 那现在因为市场的民调的一个翻转 都认为川普胜选的一个几率会比较大 所以市场现在还是会非常的一个担心 但是在整个的一个经济前景持续看好不变之下 所以我问各位 尤其的一个FVD 那么通膨续降 那11月降息一马应该几乎成为定局 所以在利多利空的一个交错之下 那我问各位 后市的一个行情到底怎么看 其实很简单 选前就是区间震荡 就告诉大家下档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两万三千点的一个关卡 这个地方不仅是在整个的月线 或是景线支撑 这个地方他的一个支撑非常的一个强劲 选前因为不确定性因素的一个关系 所以选前会维持在区间震荡 但是因为选后 随着不确定因素的一个消除 不管是川普胜选或是贺锦丽胜选 如果川普胜选的话 那么先下后上的几率比较大 但是如果贺锦丽胜选的话 那整个的一个行情就马上渴望 迎来一波的一个庆祝行情 所以不管选后谁当选 整个的行情应该后面还是怎样 会先蹲后跳 先蹲后跳 这是第一个重点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什么 面对选前区间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这个时候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比较会有表现的空间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在这个地方比较容易遭受到压抑 我想这些你一定要知道 很重要很重要 做到做不到真的差很多 那我想行情大家不必担心 你可以看到 包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法人 也都来的一个呼应我们看法 他说在选前应该台股属于强势整理 23000点关卡有强行支撑 但是选后随着一个年底的到明年初的旺季 做上加做梦行情的一个开跑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法人也表示 他说逢回是买点 但是要买什么 这个这段时间要买什么 去见证那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这段时间大型股跟前置股 比较容易遭受到压抑 比如说像台积电 台积电当时候下沙下来 813 当时候813 我就告诉大家 当天下沙点停板 我有跟大家说过 我说币着已经买都会赚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买 你如果说有买 有跟着操作的投资朋友 恭喜大家 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大涨来到1100 但是为什么来到1100 这个时候反而踩沙车 台积电不是很好吗 对 他整个的一个掌握都非常好 尤其第三季猜测 超乌市场上预期 然后第四季 预估整个的营收 还会计增13% 年增35% 全年营收 再度调高的 二度调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猜测 所以如果就整个的一个掌握来说 你说1100会是这一次的一个让 这一次的一个扑乱高点吗 我认为应该还不会 但是毕竟在选前因为 有不确定因素的一个干扰 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 他要再像过去这样 哇动不动就大涨100块200块 短期之内 我可以告诉大家几率不大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多半控盘格局并没有改变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当然你要有一点耐心 所以选情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他比较容易受到压抑 包括这个鸿海也是一样 鸿海你看昨天黑K棒 下杀下来很多人 哇看到黑K棒下杀下来 又开始装轨来吓你 今天马上就马上涨回来 昨天黑K今天马上涨回来 代表什么含义啊 代表上涨的一个空间还很大嘛 你可以看到嘛 整个这个GP200都还没有出货 那么还没有出货 在11月到12月 12月会开始量产出货 明年会大量出货 它会带动鸿海整个营收 整个的一个获利 向上的一个爆发 那么还没出货 股价就已经从160块 再度大涨来到217块 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160块谁敢买 8月6号的时候都有讯息为证 甚至9月18号新军会员朋友 174直接中仓 买进五成的一个资金 同步操作 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217 那么从昨天的黑K 到今天马上吃回来 代表上涨空间还很大 但是选钱因为毕竟 选钱因为有不确定 因素的干扰 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它要马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喷出大涨 再占新高 这个几率大不大 我想选钱几率不大 但是选后几率非常大 但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仍然是持多 看好不变 报警处理 持股报警处理没有改变 那么重点是 红海这一波的股价 渴望涨到什么地方 我想这也是重点 也是在今天 我特别要准备一份 一份超棒的资料 要免费跟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来做分享 那这一份的资料 怎么样来做一个索取 那待会 待会 你可以透过Nine的或Telegram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线上的专人员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 那这一份资料很棒 那我会特别准备三档的一个股票 那这里面我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我要准备 免费跟他分享的一个股票 就是一些未来上涨空间还很大 那么不只短线他的一个这样 短线空间很大 而且后市上涨空间还很大的一个股票 因为在选前呢 面对的一个趋间震荡 线顿后跳的一个格局 这个时候大型股全市股遭到压抑 但是什么样的一个股票会飙 一定是中小型股嘛 中小型股 产业愿景加 具有成长体材的一个中小型股 这个时候会接棒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台北股票市场上 能够大涨的 能够飙涨停的股票都是什么股票 低级其地位接 那么据转机成长体材的一个中小型股 比如说社会整个的一个Tesla 财报财测 假如一张亮眼成绩单 这个带动是下 你看今天相关Tesla的概念股 包括同市、金桥、伯特光 或是加百玉、华虎、美容店 人家就是做车灯的 你看这些的股票就接续怎么样 接续的一个强势飙涨停上来 那这些就是未来我们要 带大家来掌握的一个机会跟方向 就像在昨天那个时候 昨天我还特别 邀请大家一起共襄盛局 我说一拳第二三开头二结尾 一拳第二三开头二结尾 一拳第二三开头二结尾 想要第一时间上车的一个投资朋友 很简单嘛 你昨天有留言178 然后跟联络手机 在那里有留言 跟联络手机的投资朋友 我恭喜大家 昨天有留言有二十几位 因为可能大家还是很担心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胸有让大家落下 没有啊 你昨天有留言 那你想要第一时间通知上车的投资朋友 三开头二结尾 这档股票 我们可以看到这档股票今天表现怎么样 哦 今天大涨呢 插三档涨停板呢 啊 真不好意思没涨停板插三档啊 但是你看你昨天啊 你有私讯留言投资朋友 我恭喜大家 咋盘还有怎么样 在平凡附近让你买 你昨天私讯预约 今天立马开心赚 你可以看到这档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我看好它 9月5号105块 我开始带会没有锁定 它是一档台积电啊 大涨门的一个概念股 主要从事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管路的一个工程服务嘛 哦 那你可以看到哦 随着一个台积电机器的一个扩产跟建厂 海内外的一个扩产跟建厂 哦 那么带动公司啊 的一个在手的一个订单 超过百亿啊 公司股本不够才十来亿超过百亿耶 不得了耶 你看这个订单量非常的大 整个交集排到2026嘛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雄当大家把这类的一个股票 好的股票帮你把它挑选出来 哦 你看你昨天如果私讯 哦 大雄私讯留言 今天你马上怎么样 哦 马上 哦 站在 哦 起跑点上 哦 马上赢在起跑点上 哦 而且才刚刚开始啊 就像什么 哦 就像当时我带会员朋友所掌握到的一个滑警店一样 你看哦 当时我滑警店我在6月17号168开始锁定嘛 166到169一定都能够成交嘛 买进之后为什么滑警店能够一路飙到303 哦 当然了 涨多现在震荡都拉回 但是拉回回这颈线你看最近又开始怎么样 哦 开始震荡的一个这样 这个走高上来 很简单嘛 哦 它最主要是从事什么啊 微污染的防制设备 哦 你要知道啊 过去在28奈米啊 或是16奈米 哦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微污染啊 啊 的一个防务的设备 啊 的一个需求 哦 就没有这么的一个重要 哦 但是啊 进入的一个5奈米 3奈米 2奈米 啊 的一个先进制成的一个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对于整个的一个微污染的一个防制设备就很重要 因为啊 只要有一点点一个杂质 哦 那对于整个的一个晶片 它的一个良率啊 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最近它的一个营运啊 营收跟获利会开始不断的一个向上的一个 啊 的一个 这个飙升啊 这样各位懂了吧 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股价能够怎么样 年面的大涨上来 哦 我就跟他说过了嘛 产业对的股票对的 做什么事情都会对的嘛 哦 所以像啊 三开头二结尾科技新贿 哦 你可以看到 哦 为什么 哦 昨天黑K棒哦 我邀请大家一起共襄盛景 你有私信留言 恭喜大家 今天立马啊 大涨上来 哦 所以啊 先阶段的一个行情啊 去见正当啊 啊 大型股全职股休息 就是看啊 中小型股啊 的一个接棒的一个的一个演出 那你如果认同大师兄的一个看法跟理念 也欢迎各位 居所知啊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啊 让更多人可以看见我们影片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或想知道的一个更多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 把你的看法打打手下来 让大师兄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最重要的就是啊 那一个标股新肯定 哪一个得我得的鬼还没加入了 投资朋友真的是要赶快了 或者刚刚才查很多啊 你可以看到啊 一拳第二 三叉叉二 三开头二结尾 你昨天视讯留言今天马上开心大赚 还有怎么样来破解 红海外资成本跟筹码 所以在今天 特别的一个关键的时刻 那大兄也特别准备一份资料 标谷大兄回来了 你可以看到真的太开心了 你看一群送给大家一群 华星光大英伟你看 挡挡挡挡挡挡挡大赚 所以今天我特别准备一份资料 新一轮小型标谷完全攻略 华星光第二 大英伟第二 要免费跟所有的一个好朋友 一同分享 想要第一时间 拿到赚到的好朋友 你现在你只要怎么样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第一个就是加LINE 留下姓名跟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你就能够免费拿到 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 这份资料今天独家限量100份 那开放免费索取 那在这里面的一个资料 我要帮大家来掌握的是什么 就像当时候我送给大家的一个联军 你看5月27号当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西光子 相信全市场只有大胸告诉你 我看好的是什么 我看好的是西光子 西光子的一个未来 当时候的一个西光子 你那时候财报还没有出来 还有些的一个西光子 还获利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大胸成长 但是我常告诉大家 股价是在反应未来 不是在反应过去 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跟在我后面 告诉你西光子好 胜出型的一个封装好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在低档的一个时候 谁敢买 谁告诉你 哇西光子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主流 我相信你有持续锁定我节目 你应该很清楚 我喜欢买在小时候 我喜欢操作人气的一个主流股 我喜欢 波段赚大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当时候我送给大家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的一个联军还没有找 79块我带会面有买件 而且5月27号送给你 后来标到多少252 我相信你看到了 包括那个西光子 我在节目上跟他所提到的一个联雅也是一样 从93块7 你看后来一路标到多少 398 再到这个华星光也是一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所上的股票 当然我已经全数获利了解 你可以看到从117.5带会面有锁定 然后后来一波标到多少 166 我相信你都看到了 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甚至再到这个 这个育权超人 10月7号 不是10月27 10月7号送给大家的一个股票 你看你当时候拿到 可以跟着我会员朋友一同上车 107块 然后一路标到多少 136 才短短几天的时间价差多少 超过27% 超过27% 我就告诉大家 水冷散热这是未来的趋势 所以公司也搭上了一个整个的一个水冷散热的一个商机 会带动公司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大成长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送给大家一全招的人怎么涨的 怎么涨的 包括的一个大运营也是一样 待会没有买债的一个人 别人不敢买的一个位置点上 一波大涨上来的到143.5 当然已经全数获利了解 我就告诉大家 他主要是做什么 精密联动的一个控制元件 不论是在自动化设备 不论是的一个机器人 都需要的一个这样 的一个精密的一个控制元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英伟能够怎么样 能够里面飙涨上来 背后都有他的一个原因跟理由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还有没有 我可以告诉大家有的 就在这一份 新一轮小型标股完全攻略里面 标股大胸回来了 华星光第二 大英卫第二 大胸都给大家传好 甚至我在这一份的资料里面 我还附上红海外资密码表 外资的一个密码表 包括外资的一个成本的一个空间 当你能够掌握 你就知道这一波的一个 的一个红海 为什么这一波能够 飙涨的一个这么的一个雄悍 那么怎么样来做索取的一个动作 很简单 那你今天你只要 只要加入 那英德国特贵 那你在线上填写好表单 留下姓名跟联络电话 或是直接拨打电话进来 你就能够你会拿到 想要第一时间拿到 赚到的好朋友 待会广告当中这通电话 务必要赶紧拨通 差一天真的差一天 一群你看到了 邻居你也看到 华星光跟大英文 你也看到了 那华星光第二 大英文第二 都让大家传好 独家限量开放一百份 免费收取 并且在这份资料 我还会互上 9月20号到10月25号 鸿海外资筹码分布 跟成本区间 这一点非常的一个重要 那想把握的一个投资朋友 也欢迎各位 待会可以利用 广告中的一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收取的动作 好东西 只跟好朋友分享 欢迎各位的来电 02-23219933 我们下礼拜 我们下礼拜 同学先见 拜拜 本公司以网着 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 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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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